当地时间24日,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由瓦尔迪市一所小学发生枪击事件,目前已造成18名学生和3名成人死亡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美媒报道,事发后,有装甲车赴现场应对,美国白工匠半旗致来。 报道称,嫌犯为当地高中的一名18岁学生,目前已死亡,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。 当地警方表示,调查显示该嫌疑人为单独行动,过程中没有他人协助。 事发学校其他学生已被送往距离学校五分钟车程外,一个市民中心等待家长。 报道还称,这是美国近十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校园枪击案。 2012年,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曾发生大规模枪击,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成人死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